哈利路亚 奉主耶稣圣灵正道 靠着圣灵的帮助 我们继续来分享雅各书第一章里面的五种智慧 第一个智慧是认识自我的智慧 你能认识你自己是谁吗 第二个是叫做试探中的智慧 试炼中的智慧 第三个智慧叫做祈求的智慧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第四个智慧 那就是人生的智慧 那人生的智慧到底是怎样的智慧呢 我们来翻开雅各书的第一章 我们读九节到十一节 雅各书一章九节到十一节 短短的这三节里面 却道经了我们人生的敬意 就是我们人生的遭遇 回顾我们走过的这一段人生的历程 是那样的让我们熟悉 却又是那样的让我们感觉很陌生 曾经反复过 也曾经哭过 曾经笑过 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这段人生里 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这段人生里 我们曾经富过 也恨过 也爱过 那到现在留给自己的是什么呢 谁能够了解人生的寂寞 谁能够打开人生的枷锁 那谁又能够把握人生的潮起潮落 谁又能够知道幸福是一个怎样的生活 谁能够知道快乐是要怎样来选择的 谁能够静下来为自己的灵魂想过 兄弟 谁能看透人生这一条道理 那雅各书这里呢 告诉我们 有三种人生的看透 能够看透 那叫个字 人生的智慧 我们根据这三节 来看第一个人生的看透 第一个看透就是 能够看透人生的得以事 这里说 卑微的弟兄身高 就应该喜乐 对不对 可是富足的降卑也是这样呀 这里就已经说明了 人生有时身高 你得到了 你成功了 被高抬了 但人生有时也会降下来 被贬低了 失败了 这个是人生的身高 或者是降卑 那么这里有提到 人生的富足 又或者是卑微 这其实只不过是 我们人生的敬意 所遭遇的事 这也不过是 我们人生的路程当中的 一个过程 一道路途上的一道风景 因为有时 这条路的风景 是很美丽的 很灿烂的 但是有时 这条路的风景 却是很阴暗的 甚至是很恐怖的 问题是 我们能够看得透 我们能够看得开 身高当然是一件 很快乐的事 但是你要小心 乐记神悲 太快乐了 产生了悲剧 为什么会乐记神悲呢 因为许多人 因为他得意忘心 太得意了 太快乐了 太自以为是了 结果呢 忘了他自己是谁 忘了这个人生是什么 因为人生当中 就有太多太多 这样的悲剧 乐记神悲 那如果是这样悲呢 我们被这样 降下来呢 我们说的 我们失败了呢 也不用太过悲伤 或是因为人生是被疯了 或是被人生死 然后他们与人生死 不需要太悲伤 产生 产生 为什么不用太悲伤呢 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失败 我们不需要太悲伤呢 第一 因为这种产生 不是世界末子 你只是暂时失去一些 你不是 失去所有的 甚至你也不是永远的失去 你还有许多值得你感谢 值得你高兴 值得你安慰的失去 甚至我们可以 东山再起 重新再来 所以失去也不用太悲伤 因为这不是世界末子 第二 为什么失去不用太悲伤呢 有时 失去 对你就是一件好事 对你是有益的事情 甚至是 对家庭 对婚姻 对你整个人生 都是一种祝福 我们刚刚听过 传道在讲 那个塞翁赤马的故事 就是这个意思 还记得吗 前几天才讲而已 他士气嘛 这个老人家士气嘛 大家来安慰他 但是这个老人 看得很开 他说 不用 不用太悲伤 或许我失去 是一种福气 真的过不久 过不几天 他的士气的马 又带回另一匹 豪马回来 大家又来恭喜他 这个老人家又说了一句 不用太高兴 或许这是一个灾难 大家都想不通 这怎么会是一个灾难呢 得到怎么会是一个灾难呢 不久他的孩子 骑上这个得回来的马 结果跌断脚了 大家又来安慰他 哎呀 真的 得到原来不是一件好事 是一个灾难来的呀 后来国家进入到战争 许多村民年轻人 都被征召出去打仗 但是战争结束过后 没有几个人回来 这个时候老人家就想起 他想起从驶马到得马 就从得马到得断脚 又从跌断脚 免去战场上的战争 所以这个老人家就 意义深长地说了一句话 塞翁是马 因之恢复 我士气马 原来是一个福气来的 塞翁得马 因之恢复 原来得到 是一场灾祸来的 是货也是福 是福也是货 这说明我们的人生 货跟福 货互无常 就常常在交替当中 因此我们要以平常的心 来看淡人生的得与事 得到也好 士气也好 不用太过 也不用太计较 所以这个第九节说 你身高也好 你应该喜乐 没错 但富足的这样悲 你也不用悲伤 不用好像世界末日 整个人生就失去了意义 不用这样子 甚至也应该 如主也应该 像你身高的时候那样快乐 因为也许里面就是一种 另一种祝福 也许里面就是 对你是更好的祝福 但是有多少人 真的能够看透 人生的得与事 我们抗能教会许多 不少的信徒 贫穷的时候 还没有成功的时候 于是很虔诚 很热情地来敬拜神 甚至释放神 因为他还没有得到 还没有得到这个世界 还没有所谓的 世界的成功 还没有 所以他的人生 他的信仰 他的时间精神 都放在教会 放在主耶稣身上 我们常常都看到 他在教会热心 但是当他得到世界的时候 在教会看不到 有一些完全看不到 有一些偶尔还会看到 有一些还保持着 勉强勉强地 每个星期还看到 但是心已经不在这里 人虽然在这里 心已经不在教会 这是我们看得到的 信仰情景 没有得到世界的时候 得到教会 得到真实 得到信仰 当时得到世界的时候 得到世界的成功的时候 他失去了信仰 士气的教会 士气的真实 所以你得到 或者士气 我们都要有智慧 来去看透它 来去度过它 更何况 你得到的是真的得到吗 你说的 你所谓的士气 是真的士气吗 这个是需要人生的智慧 来去看透的 来去领悟的 那第二种人生的看透是什么呢 第二种看透就是 我们是看到生命的短暂 我们的人生是很短暂的 生命到底像什么呢 这里第十节说 我们的生命好像野地的花 看到吗 也像草地上的草这样 原来我们的生命像野地的花 草藏上的草 虽然很美 但是太短暂 因为当太阳出来 热风刮起的时候 草就不干了 那花也凋谢了 那么我们的美容呢 我们引以为傲的那种美容呢 那些美丽呢 也消失了 当雅各长老在谈 人生像花草的时候 在中东那一代的人 那一代的弟兄姐妹 那一代的人 特别的能够体会的 因为中东那一代 圣经的那个环境 大部分都是旷野 都是热风 都是那些沙漠地带 都很荒凉 不像我们这里 这么多雨水 这么多春夏秋冬 这样的美丽 这样的肥沃 不像这样 如果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生命又处在 中东地带 那种旷野地带 那我们的生命 又更加的短暂 已经是短暂 更加快速的短暂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我们看花开 看花谢 我们又看草起 也看草落 我们常常看到 人间的悲欢离合 这常常都在 我们的生活当中 每一天当中 看到的事 发生的事 生命既然是 那么的短暂 那我们就应当学会了 不要计较 也学会了 不要比较 更学会了 不要呱呱叫 不要计较 不要比较 不要呱呱叫 因为我看透了 我也学会了 因为我们看开了 因为我们看透了 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们学会了珍惜 珍惜我们现在 所拥有的 你现在所拥有的是什么 我现在有时间 我现在我有生命 我现在还有我的健康 我现在有我的家 我有我的孩子 我有我的太太 我的丈夫 还有我还有朋友 一些很不错的朋友 我有我的信仰 我还有教会 我还有耶稣 我还有真神 等等等等的拥有 还有一点点的零用零花钱 反正我想要买什么 我想要用一点钱 我都有钱来用 够钱来用 不是这样吗 难道你不是这样吗 既然我们 我们还拥有这一群 我们就应该学会珍惜 珍惜你现在所有的 但是很可惜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 我们偏偏常常就不会珍惜 等到失去的时候 真的没有的时候 才来后悔 才来哭 才来一直在那边悲伤 这个是我们人生里面 很无知的一种行为 不会为所拥有的来感谢 常常为那些没有的 都没有的 一直在那边 是不是这样 你看那些没有的 我们就一直在想要得到 在那边 每天每夜 日日夜夜在那边想 日日夜夜在那边斗争 日日夜夜在那边追求 累到半死 累死 然后回来就化脾气 因为压力大 那是没有的 还没有的 可是明明你有的 在你身边的 在你的家里的 在你的生命中的 你却不会为这些感谢 不会为这些来快乐 不会为这些来满足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有一句话这样想 钱多钱少 别要紧 我们国家话说 没胸肝 没胸肝的 有吃有用就好 大物小物 没有胸肝 能够吃风挡雨 就好了 不是这样子吗 吃好吃太 吃货吃败 别要紧 能够吃饱就好了 不是这样子吗 孩子拿A或拿B 都没有胸肝 孩子听话 孩子能够上镜 就感谢神啊 不是这样吗 他常常拿A 他非常的骄傲 他看不起所有的 甚至也看不起你 看不起自己的父母 这个常常拿A的孩子 有意思吗 你会觉得很光荣吗 你会觉得很安慰吗 你自己也好好地想一想看 是啊 他很聪明 很厉害啊 但是他的道法 他的行为很糟糕 很自私啊 他的道法 他的行为 真的是 很不好 你会很快乐吗 所以孩子拿A哪B 是没有关系的 不重要的 他不要拿最后名名 就好了啦 老师说 如果拿最后名 他常常拿最后名 我们也担心啦 是不是 最重要的是 他听话 他上进 他有上进心 他会努力 而且他听话 听话包括听父母的话 老师的话 也听神的话 听教会的话 这叫做听话 知道吗 生命太短暂了 求神是我们人生的智慧 能看透这个今生 能够追求永恒 在这个短暂的人生里面 活出生命的色彩 绽放基督生命的芬芳 主耶稣的香气 是吗 虽然短暂 但却是美丽 却充满着价值 这个就是十节到十一节里的 看透人生的短暂 你能够看得透吗 所以不要骄傲 无论是美丽的还是不美丽的 也不用悲伤 也不用骄傲 因为美容一下子就消失了 一下子就没了 一下子就老了 一下子就腐烂了 你没有看到吗 美容消失这件事情 你没有看到吗 你没有感受到吗 那你骄傲什么呢 你嫉妒什么呢 好 我们继续看 第三种人生的看透 第三种我们能够看透 今生的财富 第十一节下半段 中间那边说 那富足的人 在他所行的事上 也要这样摔长 富足的人就是包含 人生里面的财富 名利 地位 种种这种 人生的财富 人生的精神的这种骄傲 在最终的节目 第十一节 那些富贵人也会 在他的财富 这些富贵人 也会召唤所有 那些财富 和高财富 今天你 或许你可以 看透这个 看透那个 但是就是 不能看透金钱 因为今日的世代 是看重财富 多过 看重神的世代 甚至看重钱财 中过 看重生命的世代 甚至 宁愿要得到钱财 也宁愿失去生命 想要得到钱财 也甘愿失去生命 也有不少这样的人 你说钱财重要还是 生命重要 当然大家都知道 生命重要过钱财 生命更重要 你说你明白 但是我们看到 我们的人生里 我们的生活里 多少人为了要 那个钱财 失去生命的 赔上生命的 你知道吗 那个世人是这样 那我们基督徒 神的儿女 难道也不是这样吗 所以我们得到说 外方人 我们说世界的人 是这样 那我们信神的人 我们神的儿女 难道也不像他们这样吗 难道没有吗 看重钱财 是多过看重神的 看重这个钱财 胜过自己的生命的 这真的是神说的 极大的无知啊 极大的愚昧啊 现今的生活 是不能够 没有钱财的生活 而且不只是要有钱 而且是要有很多很多的钱 这样我们才稍微 有一点快乐 稍微有一点的安全感 稍微 不单只要有钱 你听好 还要有很多很多钱 才稍微有一点安全感 才稍微有一点满足感 你看我们今天信徒的生活 不要讲是人了啦 你看我们今天教会 信徒的生活 难道不是这样吗 难道不是这样吗 所以 严重的时候 就形成了 现今的状态 现今的情况 什么都可以失去 钱财不能够失去 可以没有神 但是不能够没有金钱 这样的情况啊 就应验了主耶稣所说的一句话 一篇道理 在两千年前 主耶稣就这样讲 这样警告我们 是人可以没有神 不能够没有钱 人是看重钱财 胜过看重神的 主耶稣有讲过这篇道理吗 请看马太福音书的第六章 Let us turn to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6 24节 Vers 24 请念 六章24节 Matthew 6 24 No one can serve two masters For either he will hate the one and love the other Or else he will be loyal to the one and despise the other You cannot serve God and mammon 这里说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Here it tells us that We cannot serve two masters 本来应该只有一位主啊 一个主呀 一个神啊 一个主啊 But right We should only have one master and one God 那现在怎么去变成了两个主呢 But what happens here Why do we have two masters now 那如果真的有两个主 在你的生命当中 在你的生活当中 请问你会选择哪一个主呢 If you have two masters in your life then which will you serve 请问你会爱哪一个主呢 Which one will you serve and which one will you love 请问你会看重哪一个主呢 Which master will you extinguish 请问你又会轻视 看不起哪一个主呢 Which one will you despise 这是个很真实 很现实的事情 This is a very realistic situation 事实告诉我 And this fact tells us 我们心中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主 除了主耶稣 我们心中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主 Apart from Jesus In our hearts We have another that is more important 当我们看重这另一个主的时候 我们真的就轻看了耶稣 轻视了耶稣 不再看重他 And when we esteem another one that is higher Then we are actually despising our Lord Jesus 这另一个主是谁啊 And who is this other master 主耶稣讲很清楚嘛 就是马门嘛 就是财力嘛 荣华富贵啊 那种西荣地位等等 这些世界的东西 Our Lord Jesus tells us very clearly This is Mammon And it represents all the glory and splendor of the world Status and riches 那世人依靠财富 也以财富来自华 And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They will rely on Mammon And they will also boast on Mammon 就像主耶稣对那位无知的财主说 Just like Jesus He said to this foolish Foolish man 这个无知的财主 他是以钱财来赐花的 This foolish man He boasts in his wealth 他是依靠这个钱财来生活的 He relied on his wealth for life 所以当他钱很多的时候 他对他的灵魂说 灵魂啊 你只管安安逸逸地赐贺快乐吧 When he had a lot of wealth He said to his soul You can enjoy now and be happy 如果他钱财少 请问他会这样讲吗 他敢这样讲吗 If he had very little money Do you think he would say that? 钱财少不会这样讲 If he had very little He would not say that 当钱财多起来的时候 It is when he had a lot of wealth 人真的以钱财来赐花来骄傲的 真的是这样的 Then they will boast in their wealth 当钱财多的时候 他就是依靠钱财的 他不再依靠神 因为有钱啊 什么可以用钱姐姐啊 When they have much wealth Then they tend to depend on their wealth to resolve everything 神病可以去最好 最顶尖的医院啊 最好可以请最高 最好的医生 They will go to the most advanced hospital to seek the best doctors 若不安全 有贼啦 有什么会伤害 请保安人员 24小时来保住你啊 If there is any threat of security or robbery then they can get a bodyguard to protect them 有钱可以吃山珍海味啊 分高级的 出入高级的餐厅 是最好的事物啊 With wealth they can dine in expensive restaurants on very fine good food 久而久之啊 这种生活 就以钱财为自夸了 你虽然没有讲出来 你的那种行为 那种动作 那种表现 就是很骄傲了 very soon in this kind of lifestyle they will be very proud 就像那个财主这样 just like this rich man 钱财多了 他就说 灵魂啊 你平安啊 你没问题了 你现在要做的 你就是吃吃喝喝罢了 你就是尽情的享受吧 when his wealth increases he will say to his soul now you can enjoy life 我们今天还没有讲这种话 因为我们还没有 达到钱财很多的地步嘛 对不对 today we cannot say this yet because we have not attained to that level yet 但是钱财还没有 得到很多 其实有些人 就已经这样骄傲了 已经这样依靠钱财了 不是吗 but even though we have not attained to that level yet some of us we are speaking that way 当他这样 花口的时候 and when these people are arrogant 当他这样 自以为是的时候 when they are so boastful in their words 神对他说 你这个无知的人啊 你真的是一个无知的人 God said to him you fool 我今夜 就要你的灵魂 this tonight are required of your soul 你所预备的 要归谁 and what you have prepared to whom should you give 你准备了很多钱 你存了很多钱 是 是你准备的 是你努力的 没有错 但是这些钱 要给谁啊 给谁 you may have prepared you may have earned a lot of money and you have saved a lot but to whom should you give all this to 你过了今晚 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because after tonight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see the more 今晚你就会结束了 今晚你就会消失了 you will not see the sun rising tomorrow and your life will end tonight 我常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就想起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的见证 and whenever I read of this I will remember my own incident 因为我也是曾经被神 厌厉的这辈 你这个无知的人 because I was once rebuilt by God you are a foolish man 而且神 神是 主耶稣是这样跟我说 我现在就要你的灵魂 不用等到今夜 不用等到晚上 现在就要你的命 and God told me that now I want your life 那我不是比财主 这个无知财主 更糟糕吗 至少无知财主 还有时间等到晚上 这段时间他可以去悔改 他可以去反省 他可以去认罪 他可以求神 原谅他 他还有那段时间 可以悔改的呀 so at least this rich man he has a period of time for him to repent for me I do not have 对 当主耶稣这样 赐备我的时候 是现在没有机会给你的 我想要悔改 想要说我错了 没有机会的 怎么 现在都拿我的命 怎么样还有机会 but when our Lord Jesus said this to me now I want your life I do not even have time to repent 但请你注意 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 这篇道理过后呢 他做的结论是什么 but after our Lord Jesus mention of this parable what is his conclusion 我们来看主耶稣的结论 Let us see the conclusion the summary of Jesus 路加病书十二章 Gospel of Luke chapter 12 21节 12章21节 Look chapter 12 verse 21 so is he who lays up treasure for himself and is not rich toward God 什么 看到吗 当主耶稣讲完这篇道理 之后他做结论 21节就是个结论来的 so after our Lord Jesus taught this he gave this conclusion 第一 凡为自己 极财 极财富的人 就是这样 this is what will happen to those who lay up treasure for themselves 今天我们存钱 存钱不是为自己吗 你还有为别人存吗 today do we lay up treasure for ourselves 难道你为耶稣存吗 真的有为教会存吗 do you lay up treasure for others or the church or Jesus 如果真为耶稣存 为教会来存钱 那就没问题了 那就不是无知人了 if you truly lay up treasure for Jesus and his church then there's no problem 那叫做有智慧的人 那叫做聪明人 then you are a wise man 但是有这样的人吗 but is there such a person 有啦 我们这一书教会有啦 感谢神 of course there is in our church 但是更多是 为自己 极财富的啦 是更多啦 but more of them will be laying up treasure for themselves 第二 第二种情况 the second condition 他不单只为自己 寄财宝 又在神的面前 常常觉得自己 不够 常常觉得自己 不富足 常常觉得自己 贫穷啊 我很穷啊 我很可怜啊 我这个没有 我那个没有呀 not only he lays up treasures for himself but he's always complaining to God that he's lacking in this and lacking in that and that he is not rich to God 你在教会没有看到 这样的信徒 在呱呱叫的吗 你没有听过的吗 have you not seen members complaining of this 他虽然不是很有钱 但是他也已经是一个富足的人 也是已经有余 生活上简直就是有余有多了 够生活的啦 although they may not be very wealthy yet they are affluent enough to lead a very comfortable life 他样样都有 甚至有两间家 三间家 好几辆汽车 样样都有 都多出来的 they have in excess of everything they have two or three houses and they have two or three cars 但是他常常说 他没有钱的哦 but they often say they have no money 他常常说 他很可怜的哦 they often say that they are very pitiful 主耶稣说 就是这种人啊 在神面前 神已经给他这么多 已经祝福他这么多 已经拥有这么多 他却不会富足的 每天都觉得我很穷的 and Jesus likened these people unto this verse he who lays up treasures for themselves but they are not rich towards God and they always feel very poor 这两种人 一为自己 寄财的人 第二是 在神面前 不会满足的人 these are two types of people one who lay up treasures for themselves and the other one is not really good 无论神给他多少 神住到 他都不满意的 他都不足够的 no matter how much God bless them He is still not contented and he will feel that he is not enough 这两种人 在神的面前 被神看为 这个是贫穷人 是不富足的人 是无知的人 人来就是这样的人 那我们是不是呢 所以我们用主耶稣的话 来对照一下 来检讨一下 我们是不是神 眼里这样无知的人 这样不富足的人 是这样贫穷的人 现在这十几年里面 有一句话 可以解释 这种状况 这叫做 穷到只剩下钱 以前没有这句话的 是十几年前才有的 以前真的没有 这句话出现的 十几年前才出现 穷到只剩下钱 这个意思说 他很多钱 但是呢 他真真实实 是一个穷人 在神眼前看 他是个穷人 在我们的眼里看 他也真的是个贫穷人 其实他是很有钱的 这叫做穷到只剩下钱 除了钱 他什么都没有 我们不断地为自己 寄存财宝 在世人眼里 我们真的是成功的 是聪明的 是让人羡慕的 让人家成长的 但是请你注意 这样我们在神面前 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我在神面前 是个贫穷人吗 我在神面前 是个无知的人吗 我在神面前 是个不富足的人吗 这个要我们自己去回答了 那么圣经 对太看重钱财的人 圣经给他有五种的批判 评判 第一 就是主耶稣刚才说的 太看重钱财的人 主耶稣说 他确实是一个无知的人 那他在神面前 也是一样贫穷的 非常可怜 第二 太看重钱财的人 主说 他是一个无法借出果子的人 请你注意听 这是主耶稣讲的 你太看重钱财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借出果子的 你没有办法 你很想借果子 但是你借不出来 马太福音书13章 马太福音书13章 第七节 什么落在经济里的 经济把它挤住 它没有办法生长 那谁落在经济里 这个经济是什么东西 挤住你 绑住你 让你不能够结果 那大案就在22节 请念 这里主耶稣直接地说 落在经济里的 就是 后来 听到道理 后来被事上的失利 对他钱财的迷惑 把主耶稣的道 把生命的道 把天国的道理 全部挤住 借不出来 第三种批判 主耶稣说 那些看重钱财的人 他肯定是一个 缺乏亲情的 甚至是无情的 真的是这样吗 在我们的人生里 太多 太多 这样无情的事情 因为钱财 连父母都没得做 连兄弟也不用讲 太多了 这种事情 这件事情是记在 路加福音书12章 13到15节 我们没有时间 去读这段圣经 这段圣经就说明 人在看重钱财 在贪爱钱财的时候 是没有亲情的 也不讲亲情的 只讲钱而已 这个人被主耶稣责备 他来找主 不是要信耶稣 要得救 他来找主 是要主耶稣帮他 分家场 圣经对太看重钱财的人 给他的第四种 第四个批判 如果他看重钱财 他的愁苦一定加征的 他确实 他肯定是会愁苦的人 他不可能是一个快乐的人 有钱的 反而愁苦 是啊 有钱的反而更愁苦 不是更快乐 一点点钱会让我们快乐 当有太多钱 百万千万亿万的时候 那是不是叫做快乐 忧愁越多 担忧越多 痛苦越多 真的是这样 请看十篇十六篇 我们读第四节 这里说 另有一个神 用别的神来代替真神的 他的愁苦一定加添的 这个神就是主义主讲的 马门啊 财力啊 那么他的愁苦一定加征 一定哦 必定加征 说明一个太看重钱 太贪钱的人 他不单只是愁苦 他会增加很多愁苦 那你叫他怎么快乐呢 怪不得今天这么多愁苦的人 有钱也愁苦 没有钱也愁苦 有钱没钱 都是愁苦 今天愁苦的人这么多 那我们看最后一个圣经对看重钱财的第五种批判 那些看重钱财的人 这种都会落到网罗里 被网网住了 他不单只被网网住 他最后呢 他会死在这个网里面 这个网是什么网 这个网叫做钱网 钱的网 先看皮摩泰前书六章 第六章第九节 第十节 是吗 这里说想要发财的人 今天谁不想发财 那些贪财的人 那些天一天想财 想发财的人 看重钱财的人 就是一定会落在这个网罗啊 一定会掉入这个网罗里 而且这里说叫他沉沦 叫他败坏 叫他进入到灭亡里面去 这确实是这样的 圣经的话真是实在在的 所以我们今天用圣经 对贪财的人 看重钱财的人 圣经给他们这五种圣经的批判 神的话的批判 第一是个无知的人 第二他是一个无法借国子的人 第三他是一个没有亲情的人 第四他是一个愁苦的人 第五他是落在网罗里的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们看起圣经来结束 生命纪第八章 生命纪的第八章 十一节到十四节 这里是第十一节叫我们要谨慎 免得忘记神 十二节说 怕我们吃得饱 穿得好 住美好的房屋 牛羊争多 我们就忘记神 我们都十七节跟十八节 恐怕你心里说 这资财是我的力量 是我得来的 这句话就是说 你已经骄傲了 你已经忘记神了 这句话已经说明 你已经以前才代替神了 你钱才重要过神了 也代替了神的地位了 但十八节告诉我们 你要纪念神 你今天所拥有的 你所得到的 都是祂给你的 神给我们的 所以这里有两个重点 第一 得资财的力量 是神所赐给你的 这样你一定要签 一定要永远的记得 得更多钱财 那就更加的谦卑 就更加的荣耀神 更多的感谢神 第二 神给我们这么多 是要叫我们 纪念神 来感谢神 本来神的意思是 给你越多 就是要你越纪念祂 越感谢祂 越赞美祂 但今天就变成了 给你越多 越忘记神 给你越多 越远离神 今天变成这样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雅各书第一章里面的 第四种智慧 是人生的智慧 人生有三种的看透 第一 能够看透人生的得与事 第二 能够看透人生的短暂 第三 能够看透人生的财度 那种虚有 请问我们看透了吗 那就看你有没有 这人生的职 来唱诗 339首 耶稣才是我 真正的一却所有 有耶稣 什么都有 没有主耶稣 什么都不是 当我有耶稣 我有全部 然后当我没有 耶稣 我没有全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